锦衣之下翻外35,失忆后的惊吓嫌弃路易,大人仰天长叹,我太难了。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,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,点个赞,支持一下吧,谢谢大家。 惊吓目送路易和玲玲离开房间之后,打算独自一人离开,谁知寝室门口的侍卫不允许她踏出房门,还一口一个夫人称呼她。 路易和玲玲来到书房,玲玲直接开口祈求道,林大夫,过些时日,我要带静夏去南部一趟,查见案子,可静夏的身体需要您照顾,还要劳烦林大夫一同前往。 玲玲连连连点头,说道,路易,你千放心,有我在,静夏不会有事,我们夫妇俩定听你拆遣。 林大夫,答案不言谢,请受路易一拜,路易做事要跪拜玲玲。 哎,你这是做什么? 玲玲急忙扶住路易,咬了咬下唇,再三斟酌后说道, 我知晓你一直因为上辈人的恩怨,有意疏远我,其实,你大可不必,与我而言, 今夏的幸福胜过任何事情,你跟今夏已成亲许久,以后你还是称呼我一生林一巴。 好,林一,路易心中一暖,暗自心倒,被长辈关怀的感觉真好。 随后,路易拆遣下人去请杨成万,杨捕头听闻今夏出事,火速赶到路府,路易在大堂早已等候他。 杨成万此刻已知晓路顺下落不明,他去跟今夏说他遗失的记忆, 定不会说孩子和当年夏,路两家的仇恨。 月上中天,路府的花园中宛若洛洒着一层金光,看起来温馨而宁静。 解释里,杨成万坐在八仙椅上,今夏站在他面前,低着头,心中无数个疑问往外冒着。 夏儿,你相信为师吗? 师父,您这话说的,我怎么可能不相信您呢? 今夏看向杨成万,一双黑毛中拳是真诚。 杨成万倾咳一声,用力呼吸之后,说道,夏儿,你生病了,得了失忆症,忘记了很多事情。 哦,今夏用洁白的牙齿咬住嘴唇,心中明了,他总觉得一切空空的,原来是自己忘记了许多事情,那劳烦师父告诉我,我,我都忘记了什么呀。 于是杨成万简单把今夏和鲁伊同去扬州办案的经过说了一遍,当然省去了两家仇恨和陆顺的事情。 不可能,今夏说得拔高了声音,宛若被人踩到尾巴的肥猫。 师父,我怎可嫁与鲁伊,您莫不是受他胁迫了,那个鲁伊整日一张眼望脸,宛若所命鬼,我的小命几次差点折在他手里,我会心悦与他。 杨成万青翻白眼,顿绝头深大,心道,夏儿,你不仅心悦与他,还不顾京城的流言蜚语等了他三年呢。 门外,陆伊苦笑着无力地闭上双眸,一股倦意从心底升起,迁徙着他的五脏六腑,四肢百孩,顺而下落不明,惊吓倒是很会图清净,索性把一切都忘了,还称呼他陆颜望,气离子散,也不过如此吧。 欧阳天,与公与私,我都不会放过你,陆伊的眼睛里,射出两束刀剑一样的寒光。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,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,点个赞,支持一下吧,谢谢大家。